台灣的美術史上他是蠻重要的一個畫家 因為我們第一件的國寶廉齒就是他的作品 他在日俱時代參加官辦美展得獎的作品 程程波是他的表哥 因為他到日本留學之前 程程波教他素描 教他水彩油畫 所以他會到日本穿傳畫學校 也受到程程波的影響 但是他到日本留學之後 發現很多美術館 有中國古代的宋畫 他就很喜歡 覺得他的興趣應該是那種比較古典的 類似這種宋畫風格的表現 像這種風格就有點類似 接近我們中國宋朝花鳥畫的特色 所以他到日本之後開始學習 從西洋畫科轉到東洋畫科 學習東方的東西 然後把膠材跟水墨的特色結合得非常的好 程程程波他走的或許比較接近這種 所謂西方現代的風格 但是他林玉山他是從一種西方繪畫的觀察 寫的方式來表現東方的一種古典的美感 像那張蓮池的作品 他是基本上是比較走這種 類似中國宋朝的這種院體風格的畫風 而且融合日本大和會的特色 他用金泥用礦物質原料來上色 能把那種比較華麗裝飾的這種感覺 跟他所觀察到的一個蓮池 或者白露式的這種生態表現得非常的完美 事實上台灣是屬於這種熱帶的一個氣候 有很多漂亮的花卉 那如果用色彩來表現有色彩的東西當然是比較自然一點 所以林老師他早期到日本留學所畫的畫 以膠彩為主 就是用這種天然的這種石青石綠珠色 這種礦物質原料條條條來畫 但是也有水墨的部分像這個樹幹 所以他年輕的時候學畫水墨跟膠彩兩種都學 所以他日語時代比較擅長的是膠彩畫 但是戰後50年代他到十大美術裏任教 那時候西藏沒有教材課程 他只好教水墨 所以我70年代到十大美術裏念書的時候 他教我們這個水墨畫 以這個水墨寫生為主 那他這種寫生的觀念 對整個台灣美術教育界的影響非常大 因為在他之前的一些從大陸來的畫家 往往是林某老師的畫稿而不是寫生 那他的教學方法是透過寫生來觀察這個物像 觀察他的那種生命的這種生態的這種氣息 所以他可以畫出每個人不同的風格 所以他雖然教我們寫生 但是最重的目的還是要建立起我們自己的特色